疫情過後大家重啟出國旅遊 但別忘記 飛機會排放大量的碳 國籍航空就推出第一個 永續航班TVB的新聞網頁 帶您上機直擊 從桃園機場飛往新加坡 配合永續主題 還申請超捷徑 節省20分鐘航程 提前電話詢問旅客 是否有意願指定蔬食機上餐 超過五成都選素食餐 其實環保行動從出發那刻就開始 還是截圖可以啊 可以啊 截圖可以 鼓勵用電子登機證 減少紙商浪費 別忘記先開好APP 或手機截圖 避免卡關 台灣的國籍業者 首次能夠添加SAF 也就是永續航空燃油載客飛行 那這趟的話我們會從新加坡 回台北的航班裡面 我們會去執行這樣的動作 因為目前在台灣 還沒有辦法加到SAF 那在燃油的部分 我們至少會有8%的減量